撒姆尔记下第十九章 有人告诉约丫 看啊,王正在为鸭沙龙悲哀哭泣 那一天,众人胜利的欢乐变成了悲哀 因为他们听说王为他的儿子伤痛 那一天,众人偷偷进城 就像军人从战场上逃跑 羞愧地偷偷回来一样 王蒙着脸,大声哀哭,说 我儿鸭沙龙啊 鸭沙龙,我儿,我儿啊 约丫进了屋子去见王,说 你所有的臣仆今天救了你的性命 和你儿女妻世的性命 你今天却是他们满面羞愧 你爱那些恨你的 恨那些爱你的 因为你今天表明了 你不重视将帅和臣仆 我今天才明白 如果鸭沙龙活着 我们大家都死去 你就欢喜了 现在,请你起来,出去 说些安慰你仆人们的话 我指着耶和华启示 如果你不出去,今夜就必没有一人留下来与你在一起 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祸患更厉害了 于是,王起来 坐在城门口 有人告诉众民说 看啊,王坐在城门口 于是,众人都来到王的面前 以色列人已经逃跑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以色列众之派的人都纷纷议论说 王曾经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又救了我们脱离非历史人的手 现在,他却躲避鸭沙龙 离开这地逃走了 我们所高丽统治我们的鸭沙龙 已经在战场上死了 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出声请王回来呢? 大魏王派人去见萨都祭司和雅比亚他说 你们要对犹大的众长老说 你们为什么在请王回宫的事上 落在人后头呢? 全以色列请王回宫的话 已经传到王和王宫那里去了 你们是我的兄弟 我的骨肉至亲 为什么在请王回来的事上 倒落在人后头呢? 你们又要对亚马萨说 你不是我的骨肉至亲吗? 我若不立你代替约压 在我面前做军队的元帅 愿神重重地惩罚我 并且加倍严厉地惩罚我 这样 大魏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 好像义人的心 于是他们拆派人去见王 说 请你和你的众臣仆都回来 王就回来 到了约旦河 犹大人也来到吉甲 要去迎接王 接王过约旦河 巴护林的遍雅敏人 基拉的儿子士美 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魏王 与士美同来的有一千遍雅敏人 还有扫罗家的仆人喜巴 和他的十五个儿子 以及二十个仆人 他们都冲过约旦河去迎接王 有人渡过渡口 把王的家眷接过去 并且照着王的心意去做 大魏过约旦河的时候 基拉的儿子士美 俯伏在王面前 对王说 我主我王 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一天 你仆人所犯的错 现在求我主不要归罪于我 求你不要纪念 求王也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你的仆人知道 自己犯了罪 所以你看 在约瑟全家之中 今天我是第一个 下来迎接我主我王的 习路亚的儿子 雅比塞回答说 师妹咒骂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岂不该因此把他处死吗 大魏说 习路亚的儿子们啊 我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你们竟与我作对 今天在以色列中 岂可有人被处死呢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 我做以色列的王吗 于是王对师妹说 你一定不会被处死 王又向他启示 扫罗的孙子 米菲波舍也下去迎接王 他自从王出走那天 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的日子 都没有修脚 没有刮胡子 也没有洗衣服 他从耶路撒冷来迎接王的时候 王问他 米菲波舍啊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一同离开呢 他回答 我主我王 你仆人是瘸腿的 那天 我心里想 我要预备驴子 可以骑上与王一同离开 但是 我的仆人却欺骗了我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 毁谤你仆人 但我主我王 像神的使者一样 现在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行吧 因为我祖父全家的人 在我主我王面前 都算不得什么 都不过是该死的人 你却使仆人 在米席上与你一同吃饭 我还有什么权利 在向王哀求什么呢 王就对他说 你为什么在提你的事呢 我已经决定 你与喜巴要均分那地 米飞波社对王说 我主我王 既然已平平安安回宫 所有的一切 就都任凭喜巴拿去好了 激烈人巴西来 也从罗基林下来 与王一同过约旦河 要在约旦河边 给王送行 巴西来年纪非常老迈 已经八十岁 王住在巴护林的时候 是他供养王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王对巴西来说 你与我一同过河去 在耶路撒冷与我同住 我要供养你 巴西来对王说 我活着的年日 还能有多少 可是我与王一同上 耶路撒冷呢 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 还能分别美丑吗 你仆人还能尝出 吃喝的味道吗 我还能细听 男女歌手的声音吗 你仆人 为什么要 赋雷我主我王呢 你仆人 只不过与王一同过约旦河 王 为什么要这样赏赐我呢 请让你仆人回去 好死在我自己的城里 埋葬在我父母的坟墓旁 看哪 你仆人惊寒在这里 请让他与我主我王一同过河 你看怎么好 就怎么带他吧 王说 金汉可以与我一同过河 你看怎么好 我就怎么带他 你向我所要求的 我都必为你成全 于是众人都渡过约旦河 王也渡过了 王与巴西来亲嘴 为他祝福 巴西来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王过了河 到了吉甲 金汉也与王一同渡河 所有的犹大人和半数以色列人 也都与王一同渡河 以色列众人都来见王 问王说 我们的兄弟犹大人 为什么把你偷去了 把王和王的家眷 接过约旦河呢 属大卫的人 不都一样是他的人民吗 犹大众人回答 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的关系亲密 你们为什么因这事而生气呢 我们从王那里得到什么吃的呢 或是他给了我们什么礼物呢 以色列人回答 犹大人说 在王的事上 我们有十分的投入 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与大卫 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什么轻视我们呢 先说 要请我们的王回来的 不是我们吗 但是犹大人的话 比以色列人的话 更强硬